大家好,昨天我们分享过Apple的新产品发布会 昨天也预告了,今天不如跟大家讲一下 我刚去完德国EVA的展览会,虽然有很多记者会在里面 有些有趣的东西,因为有很多东西未必讲得及用文章或我们在网站上写出来 但有些东西玩过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当第一天开始,我们去到不同的展览摊位 其中一个摊位,我们逗留得比较久的就是Sony的摊位 第一天,大家的焦点都去了写那个手机,Xperia 5的手机 但其实现场一角,Sony就摆了一个40周年Walkman的纪念版 当时初初很多人都失败了这个产品 但经过了一天之后,就发现了很多人都拍到这个产品 所以我第二天再去到Sony的摊位,再试试这个 为什么这个特别呢?因为这个SonyWalkman的型号叫做A100 A100本身是今年Sony在EVA上推出的一个新产品 好,大家就看到我有一张相片 A100本身是一个入门级的一个Walkman的型号 其实今年Sony在EVA上推出了两部Walkman的 一个就是Z-X500,比较中高价位的级数 但未到较很贵的 另外一个就是入门版的A100 虽然叫入门版,但比起之前Sony出的那些 入门版是一千多元,这个是贵一点的,大约是三千元左右 它除了本身有五个颜色的版本之外 再加一个40周年Walkman的特别版 这个Walkman的特别版有什么特别呢? 大家可以看看上面刚刚遮掩了 它会有一个40周年的印在机的背部 而最特别的就是它包了一个机套 这个机套外观来说是做好像第一代的 SonyWalkman 而最特别的就是你一看到歌的时候 你在播放歌的时候 在播放歌的感觉 而你在播放的那个录音带上面 就是有一个歌名在这里 就做得好像你是完全在玩录音带的特别 很有趣,当然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这一部机本身的尺寸 是比较小的 就是你不会做得像SonyWalkman 或者是一个录音带的一比一的尺寸 但是你那个视觉上就真的好像在玩这个Sony录音带 它比较特别的地方一样是很个人的 就是说其实它播放录音带的时候 因为以前我们记得我们玩录音带 玩录音带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质料的录音带 譬如有普通带 录带 铁带 所以这次Sony 他搞这个film也挺有心机的 就是说当你播放不同的档案格式 譬如MP3 他就用一个最差的橙色的一个贴纸 就是录音带给你 一路上一路上一路上 去到最美的就是播放DXD 大家就看画面下面那里 白色的柄 其实当年就是最贵的 就是Sony最贵的那只录音带来的 铁带来的 它就会按住你播放不同格式 就去显示不同录音带 以前的质料贴纸给你看看 那你就好像在玩 譬如我那个格式是越来越贵的 高格式的时候 你那个录音带的贴纸就越来越贵的 那这个感觉是挺有趣的 当然这个四十周年版 香港也会有一卖的 价钱就未出 但是定价应该是会比普通版 我想贵几百元左右 但是如果你说我想买来去存 其实我觉得换味是挺高的 就是挺值得拿来玩的 那说回机本身 其实A18比起之前的Sony Walkman 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今次Sony推出这两个新的Wattman 都转用一个Android的系统 那其实Sony的Wattman 都有一段时间停了用Android 为什么今次会用Android呢 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其实近来都比较流行一些 不同的串流音乐 如果这串流音乐要写到它自己本身的ROM里面的时候 用专属的系统 其实弹性比较少 就是它一天不写 或者你有些新的音乐制式 或者新的音乐平台加出来的时候 你就用不了了 所以今次就用Android 你可以加入那些音乐平台本身的Android Apps 第二样东西就是为什么它用Android呢 因为我们之前说的Sony新出的无线耳机 其实它很多时候是要配Sony耳机的Apps 去做一些设定的 以及一些Noise Cancelling的运算 以及Noise Cancelling的比例 模式或者Equalizer的设定 都是要透过Apps去做 如果你没有Android Apps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动不了耳机上面的设定 你可以透过耳机本身去做一些开关 一些很简单的设定 所以它今次用Android 就可以安装Sony耳机的Apps 它完全应用它耳机本身可以用到的功能 特别说的是一个无线的耳机 因为今次两部Wattman 除了说如你是插有线的耳机之外 其实它针对无线的耳机 那个高清传送的格式 就几乎都齐了 包括LDAT 或者APTX HD 这些都会齐了 它藍牙本身的制式也很新的 是藍牙5.0 可以走的暂时我看到的无线的高清传送的规格 这部相机来说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不要说普通版 不要说四十周年 我们说普通版 普通版是有五种颜色的 其实它今次推出Wattman的时候 它有五个机身颜色 它可以配合同颜色的耳机 它耳机是会有大油龟 有只小的吸耳的耳机 即是两个尺寸 一个挂耳 另外一个是真无线 即是有四款耳机 但是就是同样颜色 即是说 其实它今次Sony 是出了二十个耳机 二十款耳机的产品 可以配合同样颜色 所以如果你说 我不玩Wattman四十周年 我玩普通版本 你就可以配合颜色的耳机 一起去玩 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 另外想说一说 这次其实它们除了刚才的Wattman 它也推出了挂耳板的蓝牙耳机 因为其实之前这个1000X系列的 就是出了大浩龟 和真无线的耳机 这次再推出了Wi1000X 但是这个就不是Mark 3 是Mark 2 为什么我会特别说这个 因为其实挂耳的真无线耳机 过往在市场上面 就相对 我想是头带式 或者是真无线来说 是相对比较在市场上面 被忽略的一个机型 因为挂耳好像不是太过流行 而且有些人都嫌 挂耳耳机有一定的重量 但是为什么今次会说这个 因为上次我们试的真无线耳机 也提过 真无线耳机和头带式耳机 两个最大分别就是 它内置QN1的晶片 真无线是用QN1E的 一个比较散略功能的版本 但是今次这个挂颈的耳机 它就是用和头带耳机一样的 那一粒QN1的晶片 换句话说 基本上你头带耳机所有的功能 这一个挂颈的 1000XM2都会齐在 包括什么呢 最主要就是说 第一它那个 beat rate会高一点 就是那个 声音来说 就会比真无线做得好一点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 它是支援LDAC和APTHD 两个高清无线的传送模式的 另外呢 这个也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位置 就是它是有一个 3.5mm的耳机线的输入 就是如果 比如说 我不想用蓝牙 或者可能我打算坐飞机 上飞机用的时候 我要插回耳机线 它是有一个 大家看到相片 它是有一个旅行pack的 旅行pack它除了耳机之外 就会有一条3.5mm的连接线 那你就可以用有线接线 譬如飞机的耳机 或者是你本身的3.5mm的耳机 不一定要只用无线的 你可以当它是 那个头戴式耳机一样功能来用 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而实际上我试过的声音 它不差的 当然你说有没有头戴式那种包围感 或者那个音场有那么大 当然它是入耳 但是你说它那个重量 挂颈会不会好似很固 有厚度 就相对不算太厉害 当然市面上如果你说挂颈式耳机 有些柄是会做得更加幼 更加小更加轻 都有的 这个就不算太小 因为你看到其实它那个挂颈的两边 两边中端的位置其实都是比较 粗和比较大条的 不算太轻 但是也不是很重的负担 如果你说天时热 你想带个钢噪耳机出街 又不想用大火龟那么热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你说我是想着买一个钢噪耳机 但是我原本是想着买超级耳机的 但是又怕着会容易不见 或者怕着会不会有蓝牙干扰 反而这一个可能会是一个更加好的选择 都不一定 因为始终他那个 南华传书那个高清的音乐支援 或者是他不需要左右两个频道 其实相对那个南华传书 反而会比较稳定 而另外也可以插线的时候 亦都在用途上面 就会再广阔一些 两个讲完 其实上个礼拜我做了一个直播 就讲这个 Samsung的The Wall的TV Wall 那天也有些读者朋友问 The Wall究竟是怎样的呢 为什么会分两个版本 或者是否一定要很大间屋才能用到 首先来说 这个就真的不同 买一部电视机 如果你真的有机会 你会有兴趣 想着去安装 或者去选购这种电视 基本上你是要 上门有工程人员去 帮你在整间屋 可能在装修 或者设计上面的时候 已经要做一些协调 而且一定是上门安装 其实这个电视的原理是怎样呢 因为这类 LCD Wall 它每一个模组 是一个正方形 大概是这么大 这么大块的模组 就视乎你本身 你想砌多大 用不同数量的模组 去砌你需要的尺寸 所以你说 会不会有大约要多少寸 基本上是可以 就回你本身的屋 或者你本身的设计 比如说 我本身不想设计16比9 我想是开21比9 或者我本身是想设计一个 i-max影院 我想用回i-max 基本上都可以就给你 至于你说 是否要很大地方 当然如果你说 做得空飞机 我想你 有一个投影机 可以用的 长生 或者那个可视 就是摆在视频 那个位置 基本上都可以安装到 这些电视窗 当然那个价钱 要报价 很难说多少钱 因为不同的尺寸 或者不同的 控制器 去和你安装 会有不同的要求 那么 比起投影机 或者比起8K电视 这种对窩 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比起投影机来说 它是不需要 像投影机 比较 注重遮光的情况 一些有光的环境 因为对窩本身 都是有一些两度的 不需要像投影机 去完全遮住房间 比起8K电视 而言 它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视乎你的要求 去剪裁 你适合的尺寸 就不需要 像8K电视 因为100K电视 无论Samsung 尚尼 尚尼 今次在展览上 都是去到98寸 你说是否最大 不是 Sharp在他们的会场 是展示一部120寸 一部过的8K电视 Sharp为何会说一部过呢 因为它是放了两部 8K电视120寸的机种 一部就是巨铁 就是用四部电视去铁 一部夠120寸 二部线 第一部就是一个曝特别过的120寸 中间有一条薄铁 用4个HDMI2.0 做一个输入 不是一条HDMI2.1去做一个8K输入 这个有点分别 如果一部家用的电视 要用4条HDMI2.0 基本上就没有 材料可以播出 另外就算可以播出 接触到一些专用的Media Box或者电脑的 Display Card的输出才可以做到4个HDMI2.0的输出 所以我基本上是归类了商业用途 如果你说是消费的产品的用途 Sony和Samsung都会有98全 当然价钱会很贵 Samsung那部 也有机会可能在10月份来到香港 大家有机会可以亲身看一看 Sony的98寸 就好像未有消息 香港进入 因为香港Sony 进入的电视 可能在外国的Sony 有些型号是在香港没有进入的 所以就 不是齐了所有型号 这个都要留意一下 当然如果你说 买了98寸的8K 我想你也有心理准备的价钱 应该都 相当之不便宜的 我想我这几次 因为我主要过去做的 采访 比较多时间会放在电脑那里 今年我看到 例如说 影音产品 或者是其他产品 如果相比往年 或者是前一年 感觉上 整体的 吸引力 或者是 令到你觉得 很 很特别的地方 其实相对不多 我不知是否 今年 整体 全球的 消费 经济环境 都相对比较弱 各大牌子 推出的 新产品 大部份都是一些以往型号的升级版本 即是可能是后计机 你说完全新的产品 就相对不算多 如果你说是升级版本 很多时候 都既有那个形态功能 可能是再加一些升级 那你不会觉得 哇 这东西没见过 这样 这是一个问题 例如 例如 你说LG 我记得 我第一天也拍了一条 你会见到 其实 没什么新产品 可以说 唯一比较新的 就是 双屏幕的 手机的模组 但其实 不是最新的 它也是一个改良版 你说比较多 一些新的产品 就是 Samsung Samsung 会有 手机 两部 一个Galaxy Fold 和一个 中价的 Android手机 但是你说 是不是 新到话声 其实外观上 你一个 Android手机 中价 5G 其实都是 一家手机 这样的形态 现场试 其实很多时候 试不试到 那个速度是真的 其实试不了 因为 一来 那里是一个 室内的地方 第二样 其实当时 那个环境是很多不同的无线装置 影响那个速度 第三样 其实它很多时 那些机 其实是连接了 WiFi 给你试的 而不是真的 给你走着5G速度 原因就是 因为它室内的5G 出去 德国 比如有 5G coverage的 户外的地方 才可以作尽 所以 其实 都是一个 轻按 就是摸上手的 感觉 你摸上手 其实就 分别 和4G 分别 不是太大 我希望 如果你说 明年 有机会 再去的话 我 希望 5G 那些 解决 真真正正 比较 实在 有一些可以玩得到 但今年 都未算 见到很多 比如说 手机来说 其实 外形 或者 功能 跟4G手机 差不多 只是多了 5G 今天也有朋友 问 Xperia 5 究竟 跟Xperia 1 会不会有 很大的分别 我给他的建议 就是 因为他 问我一个问题 Xperia 1 会不会很厉害 那个画面有点窄 我说 始终你4G 不是4K屏幕 那个Pixel的处理是会比较多 如果你很关心这个情况 就可以等Xperia 5 但他的反应就是 其实他是想要大屏幕 即Xperia 5要小一点 我说你出来先 你始终等两部机 在手 去做一个比较 就会比较实在一些 他买部电视画 也是打算用来看片 我提了一个问题 你看的片是什么片 是电影 还是其他 自己拍的片 或者是YouTube上面的片 因为 电影来说 Xperia 1 或者Xperia 5 Xperia 5的 21比9的屏幕 是真的很合适的 你看完整个画面 看电影 但如果你说看YouTube 因为YouTube 其实很多上面都是 16比9 如果看16比9的片 左右就会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 黑边 反而是 融不尽 跟屏幕的比例 这个我就叫他留意一下 或者是 等 等个电话 Xperia 5 到了之后 再试一试 这个是 有些读者 或者有些朋友 看完我去采访之后 就是问回的问题 希望刚才说的那些 可以帮到大家 有些产品 其实都很快 香港都会 陆陆续逐一买 无论汪文 或者手机 很快 9月尾 10月初 就会陆陆续逐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或者想 了解一下 可以留意 我们到时 有实物在手 会再跟大家测试 另外下个星期 也可以跟大家讲 下个星期 因为我上次去 EVA上面 就去了Sono 有一个 Move 无线喇叭 Sono是一个 全无线的 智能喇叭 的发布 其实下个星期 他都会来香港 下个星期四 我可以 现场 和大家做一个 开箱 和 Sono 和大家做一个 比较 留意下个星期 节目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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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